昨天去到一個很遠的地方 叫Los Banos 我們出席了Pasar Caleb的婚禮 很開心 在當中經過一兩個小時的車程 千山萬水 猶豫過高山猶豫過高 去到的時候 看到很多大兄姐妹 看到我們有Pasar Paul 他在煮食 看到一些年輕人一起幫忙 好像一個家 是一個家庭的婚禮 很開心 我希望你們每次來到崇拜 都好像回到家裡一樣 你去到外面旅遊 你去其他教會 都很好 但有時候你回來 這個家的時候 你會覺得一種溫暖 為什麼呢 因為家裡是很真實的 我們將我們的感情很流露 我們的眼神很真 我們不保留 見你不合不妥 你明白嗎 今天我們要講的題目 就是控制怒氣 有時候在家裡很容易發生 特別 在這裏 大家都是相敬如斌 恩愛 恩愛都很重要 但有時候在家裡 很真實 今天一段的經文 我們繼續去看 《馬提福音》的五章 二十一到二十六節 他會這樣說 我們一起讀吧 你們聽過有這樣吩咐古人的話 不可殺人 殺人的必備判罪 可是我告訴你們 凡事向弟兄發怒的必備判罪 人若說弟兄是拉家 必備公議會審判 人若說弟兄是魔力 必難逃地獄的火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貢物的時候 如果在那裡想起你的弟兄對你不滿 就當在殿前放下貢物 先去與弟兄和好 然後才來獻你的貢物 趁著你和你的對頭還在路上的時候 要趕快與他和解 免得他找你去見法官 法官把你交給獄警 關在監裏 我實在告訴你 除非你還清最後一分前 否則決不能從那裡出來 在今年過了三個多月 是吧? 2023 我想大家都聽過很多 令你無骨悚然的一些命案 在加州 即是在加州 即是在加州 那些濫殺槍擊的事件 都不斷在每個城市都發生 你說任何城市都會有 奧倫、哈寬碑、 Montre Park、 Saint Diego 都有這些殺人的事件 聽到路上來 你都會覺得很無骨悚然 不可殺人這一個 好像很簡單、很清楚的界明、法例 好像很不清楚 在今世代 大家都知道 這一個不可殺人 這一個是十屆頒頒布的其中一屆 第幾屆? 第六屆 那你說是第六屆而已 之前有五屆 那可能是否很輕率呢? 可以? 我們相信不是 不可殺人 這套聖經說 殺人是怎樣? 必備判罪 在十屆未頒布之前 即是我們說 十屆頒布不可殺人 即是這件事很久了 那殺人 是否真的一定要殺人填命呢? 如果你記得 在聖經 第一個謀殺案 他沒有說要殺人填命 但那個人是受咒作的 當那個人殺阿伯的時候 耶華和他的弟兄說 你的弟兄阿伯在哪裡? 他的回答是甚麼? 他說我不知道 難道是我看守我的弟兄嗎? 上帝為何要問他 其實上帝是知道的 他還假裝不知道我假裝 我們人 你知道很多時候 上帝問我們 我們會假裝的 我們會假裝 但其實上帝知道 上帝怎麼說 他就說 你做了甚麼事? 各位人 你弟弟的血有聲音 在地裡向我呼叫 地開了 從你手裡接受你弟弟的血 聖經說 血有聲音 向耶華呼叫 即是冤有頭債有主 天網恢恢 我們知道是疏而不留 當人的血跌到地上的時候 血向上帝呼求 在五十年前 有一個人叫 Joseph James D'Aglo 即他有個綽號 叫 Golden Stay Killer 不是Golden Stay Warrior 叫Golden Stay Killer 他這個人怎樣呢? 他這個人在1974年到1986年 即是很久之前 他在這段時間 至少殺了十三個人 強姦了五十一個女性 強姦了五十一個女性 行劫了一百二十次 在加州那裡 所以他叫做Golden Stay Killer 但奇怪的是 其在甚麼呢? 就是當每次警方去調查 他所犯的案 無論是殺人、強姦、打劫 都找不到證據 甚麼原因呢? 因為原來這個Joseph 他本身就是一個警察 每次要調查他犯的案 他都去挺身而出 等我參與 去到怎樣? 他就將所有的證據 毀屍滅證 所以每次警方 真的要調查他所犯的案 是無法調查的 當然幾年前 即是當時沒有DNA 即是高科技去調查他 近幾年 警方捉回他 看到他已經是這麼大的年紀 他以前就是那個警長 即是其中一個警員 對他來說 甚麼是不可殺人呢? 對他來說 他可能覺得不可殺人 沒有這件事 我是可以的 因為我可以消滅所有的證據 甚至今天我們犯罪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 即是不要說不可殺人 我們覺得有時候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因為很多事情是我控制的 很多事情是我控制的 但今天上帝說不是 血有聲音 向上帝呼吸 當時耶穌基督說 剛才的經文的時候 他的重點當然不是要破奇案 他是想跟那些法利錯人說 你說不可殺人 然後殺人就會受審判 你沒有殺人 你可以的 你覺得我們今天在座也是 大家都沒有殺人 那可以的 但上帝今天說 你不可以的 你不可以的 因為為什麼 耶穌繼續說 他怎麼說 我們一起去讀那次經文 他說 犯向帝兄動怒的 必須受什麼 審判 犯罪帝兄是拉家的 必須受公議會的審判 犯罪帝兄是摩利的 必須遭受地獄 什麼是拉家 什麼是摩利呢 有沒有說過人是拉家和摩利呢 大家 沒有而已 我們沒有而已 拉家是什麼 拉家的意思就是說 你很廢 是廢物來的 摩利呢 摩利的意思是什麼 不是神山 是嗎 摩利是嗎 摩利是你很蠢 你這麼鈍 你這麼無知 你這麼無知 你們有沒有說過 這樣還 耶穌其實在這句說話 背後其中一個意義 就是要跟那些門徒說 什麼是聖過法利賽人 和民事的義 以至他才再說這一句 因為他們以前之後 就是守著那個不可殺人 怎樣怎樣怎樣 哇 很棒 但是上帝說不是 對死守法 律法的法利賽人來說 其實這是一個更高的標準 對他們來說 你說你守到 好 你更高的標準 難不難 很難做 這個 其實不是對法利賽人難做 弟兄姊妹是 對你和我都很難 會不會 在座有沒有人是不動路的 有的請站在那裡 有幾個站在那裡 不要再走 水崇拜 知道嗎 不行的 很難的 你說好 我也有生氣 但我沒有 好像聖經所說 我沒有罵那個人是摩利 我沒有罵他是拉家 是吧 但其實也挺難的 你明白嗎 即是當你生氣的時候 你不罵他 是摩利 或者是拉家 其實是很難的事情 有否嘗試過很生氣 不罵他 其實是不可以的 有個媽媽 她教過小孩 一條很簡單的數學 三個人三天喝三桶水 九個人九天喝多少桶水 問他 就是這條很簡單的數學題 大家不要說是九日 就是九桶水 那些 那媽媽就教他 不是九桶 就是怎樣教他 怎樣計算 教了半個小時 教了一個小時 教了一個半小時 都教不了他 他也不明白 她媽媽本來是 原來負離子的直發 馬上亂了 立即 每個地方都在一旁 哇 即是 變成了幾個人出來自己 然後她說 受不了了 爸爸你來 當然爸爸看到 就 等我來吧 但怎樣 一樣 爸爸 就怎樣 爸爸就更慘 過了半個小時之後 就已經開口了 你這麼笨 搞你這麼久 搞你這麼簡單的題目 你都不懂 那她媽媽就站在旁邊 你不要說她蠢 她不蠢的 我不說她蠢 搞她這麼久 你自己都 你看看 你的樣子 那我說她什麼 你說她不夠聰明伶俐 就可以了 不夠聰明伶俐 怎麼說她 我搞了你這麼久 你都不懂這條數 這麼簡單 你這麼不聰明伶俐 這樣 很難罵 其實 對吧 你說我 養蠢 你說我不帥 你說我 不夠瘦 你說我胖 很難有時候 這樣說 你應該很直接 所以這件事 其實是很困難的 這件事 不僅在我們生活當中 這麼困難的事情 但其實你看看聖經 聖經也有 當耶穌基督 他說不要說人拉家 摸你 其實他自己也有做過 我們看看聖經 他在馬帝福音 即之後 二十三章 他說 虛偽的民事和法利財人 你們有禍 你們這些核眼 嚮導的有禍 他說 你們凡指著 聖殿起誓 就覺得沒用 但如果指著聖殿所 裡面的金子起誓 就可以了 耶穌真的很生氣 到底聖殿大 還是金子大 然後耶穌就說他們 剛才說過他們 核眼的愚昧人 其實這個愚昧人 就是摩利 還說他們 是盲的摩利 耶穌也說過他們 耶穌叫人不要這樣 但耶穌做的 耶穌是否真正的法利財人 才是 我們相信當然不是 耶穌不是法利財人 如果你覺得 在這裡有我剛才的想法 我們很容易就進入了 法利財人思想的胡同 這個死屬律法的胡同 因為在這段聖經 就是由第五章 一開始說到 如何聖過法利財人的二段 它是用了六個例子 用了六個例子 去嘗試一個特別的教導 所以你看這六段經文的時候 即不可殺人、不可奸人 諸如此 我們遲些會再說的時候 你不要想著如何做 耶穌基督不是再要 製造另一個新的十誡 不是真的要特地去難 那些法利財人 譬如遲些說到 被人打左邊、右邊 這六個例子裡的經文 不是真的要求你去做 因為全部是想說 法利財人要做 你覺得你做得到 我比你更高 其實那些是做不到的 我們不要再想過 耶穌做不到 他又教人 現在不是說做不做的問題 這六個例子 都是怎樣 我們經常說 登山補份的精髓 是在於我們的裏面 耶穌基督經常說 你外表做到你不生氣 但其實你裏面已經想殺了他 今天我們就說 原來我們內在的生命 是上帝更加看重 無論你做事有多少 表現都好 但我們裏面 我們是否真的外神去做呢 你今天的生命 是否真的愛主而去活呢 我們常生活都是這樣 你上班 每個人都上班 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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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加重 但你的內心 是否真的很享受 很想去做呢 家務 有很多事 很繁複的 你做完了 內心的生命 會被更新 你吸完兩個層 抹完一些東西 你不會更新 婚姻也是 婚姻 你做足配外的要求 但你可能的內心 其實你不是真的愛他 婚姻十戒 你們有沒有聽過 婚姻十戒 別說婚姻十戒 十戒 十戒 別說婚姻 十戒第一戒 是甚麼 除上帝以外 不可有別的神 這裏他說甚麼 他說 《婚姻十戒》第一戒 除了你配偶以外 不可有別的情人 他也不錯 當自己的配偶是情人 這個境界已經很高了 第二戒 不可把偶像 配偶當作偶像 即是不要真的偶像化 大家明白這個意思嗎 不要經常追求他 第三戒 不要挑剔和藐視你的配偶 第三戒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犯 這一戒 第四戒 當紀念你們結婚的日子 和配偶的生日 師母 是不是 師母不在 師母不在 真厲害 我真的想問一下 我甚麼時候生日 第五戒 第五戒 這個經常都很煩 我相信大家 當孝敬父母 教育子女 這個很煩 我們通常是孝敬子女 教育父母 這個第五戒 也不容易做 明白嗎 第六戒 不可沒有屬於兩人的時間 第七戒 不可不學習 欣賞對方 第八戒 不可因吵架 而互相賭氣 即是其實 在說今天這個媽媽 不要生氣她 但在心裡殺了她 第九戒 不可沒有喜茶經的日子 讀經的日子 第十戒 不可沒有喜茶經的日子 十戒 婚姻十戒 有沒有人已經手足這十戒 這裡 我只是說 你是一個法利賽人的丈夫 或者是法利賽人的妻子 很多的戒名 婚姻 很多的規條 但是你做足了 你是否真的愛你的配偶 我記得有一個姐妹 嫁給了一個神學教授 結婚 好像剛才 是法利賽人的妻子 真的很開心 但我太太 又生了小孩 但是她太太跟神學教授的先生說 她說 跟她結婚這麼久 不是很久 兒子也生了 已經是一段日子 但是我覺得 總是跟你 好像 那麽近 但其實 那麽遠 人好像很近 但心很遠 那樣 神學教授 神學家的丈夫 她不知如何回答 但是她想到 為什麽她的婚姻 會發生了這個問題 問題在於 她跟她說 其實我和你這個婚姻 在神學的觀念上 是已經很久 但不是很久 即是一個已結未結的婚姻 這是神學的觀念 大家聽過 但是妻子 完全不明白她說什麽 因為妻子未接受過神學 但怎樣 即是已經結婚了 但不是很久 兒子也幫你生了 即是怎樣 即是落定了 即是結婚了 即是原來 即是很生氣 即是有時 你問你配合一些問題 即是你回答的時候 真的要很小心 即是不要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回答 有時你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去回答 即是回答出一個 即是吵到發瘋的一個場面 很多時候 在我們以為做了所有上帝 要我們做的事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我們是可以的 我們是可以的 但其實 很多時候 我們內心 仍然有很多 憤怒 很多不滿 我們沒有好處理 耶穌說 不可殺人 殺人的必受審判 犯向等於動怒的必受審判 我們今天要檢視的是我們的內心 我們做的一切 我們是否真的榮耀主義去做 還是我們放縱我們的自由 有一個文章 它叫做 Cue the anger before it kills you 即是當向大兄動怒 向別人動怒的時候 它說這個心中的怒火 首先 其實它會殺了你 before你要去去去去去去去 它說它會先去去去去去去去 因為很多時候 你想想 當你上次最生氣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想做過甚麼 當老火攻心的時候 就想殺個片甲不留 但最後片體輪傷的可能是你自己 傷了的是你自己 有人說如果你經常帶著鏡子出門 會幫助你 因為當你生氣的時候 你真的拿鏡子出來照照 你可能會比較修煉 但現在就好一點 因為有iPhone 我安裝一生氣的時候 我拿照片出來給你拍一張照片 Selfie 他立刻的樣子都不同了 有沒有人Selfie Selfie 下幅圖 我們拍一張Selfie照片 Selfie照片是這樣的 拍這個Selfie照片 是不可以的 當你心跳加速 血壓飆的時候 你青筋有血厭的時候 大家小心身體 爆血管 不是太好 我曾經在Youth Ministry 我們有一個Youth 他不是很大的 就是進入我們Youth 不知道是五、六年級才是 他有一次 他來了幾次而已 他還可以的 很正常的一個Youth仔 有一次玩遊戲 他輸了 他輸了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我平時小組和他一起時是好機 他那次輸了 不知為何 他很生氣 他生氣得氣速 然後我看見他 已經開始 這麼小 我覺得他不會爆血管 但我說 你先坐在那邊的梳化 他很生氣地坐在梳化上 他拿著兩個拳頭 他在那邊喘氣 然後他過來喝水 我說你先喝杯水 然後他過來水機倒杯水喝 那麼巧就不知為何 其中一個人贏了 有一個Youth 就過來泡水 我說你不要在這個時候泡水 那裡已經在著火 他又來泡水 然後很生氣 Youth 泡水之後 拿著沒有喝 一下就潑在那個Youth的臉上 我看到場面的時候 連這個水也潑不下的火 那個被人潑的也很有品 然後笑笑口 我說沒事 他跟你玩而已 你繼續去那邊 然後叫Youth繼續坐在那裡 但那個Youth 完全被那種惹怒了 他繼續在那裡喘氣 我們以前Youth 有一張圓桌 很重的 我一個人拿不到 他可以那一刻 他拿著那個桌子 一起 整個桌子翻了 我突然看到 大力士 但是他整件事很生氣 我那時候 看到他再翻了這張桌子的時候 那些小孩子在那裡 哇 你幹什麼 我不是害怕他 弄到教會的東西壞 我真的害怕他 爆 我真的害怕他的人要入醫院 他那麼生氣 我沒有看到一個小孩子 我很少見過一個小孩子 那麼生氣 在這個時候 我們祈禱 我們希望他能夠 可以去學習 處理他內心那份的憤怒 但我相信這件事是不容易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會發覺 當你發怒的時候 其實你把別人的錯 情懷在自己身上 你明白嗎 可能其實是別人的錯 可能他贏了之後 他笑他 我不知道 他是他們的錯 但是你生氣 你把別人的錯 擺在自己身上 在罰自己 有時候很多事情都很不值得 在高林多前書十三章 其中一句我們都知道 愛是甚麼 不輕而發怒 愛是不輕而發怒 不容易 但是在針言中 他也說了幾句話 他將這個法怒 跟另一件事 是相系過了的 在針言的十四章十七節 他說輕而發怒 行事如何 愚妄 然後十四章的二十九節 他說不輕而發怒 大有聰明 性情暴躁的如何 大顯 愚妄 最後的一句 我們一起讀吧 愚妄人怒气传法 在针言里面 他就将这个法路 这件事情 就跟愚妄人 扣在一起 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法路的时候 当然你威力无穷 但这件事是一件 很愚蠢的事 很多时候你会后悔 很多时候我们会内疚之后 无论一个小小眼神 一句很大的说话 或者你姐妹在梳头的时候 千万不要跟人吵架 一只飞过来 你会越接 很多东西很复杂 在法路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做一些 很愚妄、很傻的事情 我也做过 在法路的时候 我做过一个很愚蠢的事情 很愚蠢的事情 很愚蠢的事情 很小时候已经是这样 我小时候已经很愚蠢的事情 在生气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我和一个朋友 总之去到家玩 我们的妈妈在打牌 在我们玩 玩完一刻她很累 她睡着了 她睡着了 我便自己去看书 然后外面的妈妈说 喂 儿子你们出来吃饭 我们当然要出去吃饭 我便说 喂 吃饭吧 叫醒她 我说 喂 起床 吃饭吧 吃饭吧 要帮忙收拾桌子 吃饭吧 然后她 不知道她发了恶梦 她一转身 一拳打到我臉 一拳打到我臉 很硬的 那时候我不单止疼 我很生气 你为什么打我 我突然叫你起床吃饭 然后她睡着了 那时候我很生气 你猜我做了什么 我做了一件很傻的事 我像她这样 我睡觉 我假设睡觉 我心里面想 你起床的时候 叫我起床的时候 你糟糕了 我以奇人之道 还是奇人之心 我睡觉 现在 睡极了 她也不醒了 我不停踢她 不停踢她 在那里睡 假设睡 然后我睡着了 我醒了 她又抓了我出去吃饭 她没有叫我 我想说什么 当你愤怒的时候 有时候想 你说你不打她 但你以后想想 一些想法 其实都很笨 因为在那个情绪之下 我们内心的愤怒 经常影响什么呢 其实影响我们 和神的关系 又影响我们 和人的关系 为什么很多人 所谓工作不成功 其实是因为没有处理好 他们内心的愤怒 为什么这么多人 觉得有婚姻失败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没有处理 我们内心的愤怒 在当中 跟子女一样 为什么有时候 跟子女和上一代的关系 会有些这么裂痕呢 很多时候 讲话之间 如何都好 很多的躁底在里面 我们没有处理好 我们内心的愤怒 但兄姊妹们很不幸 我们又很喜欢 在这个愤怒的那一刻 去讲话 和去做决定 而这些决定 这些说话 往往真的让我们后悔 甚至是犯罪 求神念吻 我们帮助我们 当我们学习 如何处理我们的愤怒的时候 我们记得我们的上帝 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心 我们也应该有这份不轻易发怒的心 不是不发怒 但不要那么轻易 其实说 angal management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你听过 其中一个就是说 其实人的愤怒 最多是六秒 他说 其实从现在开始 如果你生气 有六秒 你只要过这六秒 世界就会和平 天下就会太平 是六秒 那这六秒 你应该做什么呢 那六秒 第一个方法 他很多时候教的 就是说 深呼吸 深呼吸 和倒数 深呼吸加倒数 他说 当人生气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缺氧 你缺氧的时候 你的脑里面 很容易会缺氧 会缺氧 会缺氧 因为你缺氧 你的氧气去不了 你很生气 所以他说 为什么要深呼吸 让你的脑里面 多一些氧气 然后他说 还要倒数 倒数方法 不是就是 19 8 7 5 4 3 他说 你要数的是 100 97 94 91 接下来是什么 大英姊妹 开始想想 87 你已经过了六秒 他说 你计算一下 很容易过六秒 过六秒之后 你再看那个人 那个人可能就走了 你罵他小孩的时候 他可能就走了 他的样子也不太生气 他教你这样 但是很多时候 你会发觉 其实那一刻 你真的要做到 深呼吸 倒数 都不是容易的事 我觉得 不是容易的事 另外一个 他经常都教会 有个叫 Anger Game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 Anger Game Hunger Game 有没有看过 Anger Game 即是说 谁先发怒 就谁输 好吗 这里有这么多人 我们一起玩 好吗 谁先发怒 就谁输 就是在家里玩 其实是跟家人玩 不是在教会里玩 教会这个不用怎么玩 很难玩 在家里玩 那有没有人玩过 在家里 没有玩过 没有玩过 我玩过 我和两位千金玩过 你觉得有没有效呢 我只是觉得没什么效 不要玩 因为玩都会输 每次他弱 他之如之女 我开始生气了 我开始说大声 我开始要说 那些惩罚 那些consequence 他就说 爸爸你输了 我现在教你 你说我输 我还生气 这个游戏很难玩 每次都是我输 很难 不容易 他通常也有一个方法 就是教教 要assertive expression 即是你要很肯定 和自信地表达 他说有时候 为什么你会生气呢 因为你不懂得表达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 我看他怎样教的时候 也挺有趣的 他就播出李小龙的视频 李小龙是怎样的 啊啊啊啊 他说你这样的时候 啊啊啊 已经是release了很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正墓门最后的幕 和李小龙的金句 你记得吗 我读得输少 是啊 就是啊 即是啊 即是正确啊 即正正正正正正 就认为了 我读得输少 你不要骗我 他就播出这句话 那这句话是什么特别呢 他说其他背景就是 那时候李小龙非常生气 因为那些日本男人 怎样打他 如果最后跳出去死 被人打执 他便會保住那群師弟 他便說你不要騙我 其實那時候很生氣 但他可以很肯定、很自信地表達自己的內心 所以他沒有傷害他人 他肯犧牲自己 我看完這些事情時 我真的覺得很難 在那一刻要做到這麼容易 但我相信我們真的相信神的 我們相信上帝的話語是有能力的 對嗎?弟兄姊妹 我們相信上帝的話語 他會出現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他會提點我們 但我們平時要看 在聖經裡面 有關處理怒氣的 其實是不少的 真的不少的 無論故事好、聖經好 但裡面有五句話 整本聖經有五句話 是對處理怒氣 是起到一個非常奇妙、特別的作用 所以這五句話 我今天希望和大家分享 因為這五句話 它可以是千變萬化 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看看這五句 好嗎? 我們一起去看這五句話的經文 第一句是在針言十五章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讀好嗎? 詩篇三十七、第八節 詩篇三十七、第八節 《雅各書》一章十九節 《我的弟兄們》 《這是你們要知道的》 《當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怒》 《因為人的憤怒》 《並不成就神的義》 第一句話 《回答溫柔》 我們都知道溫柔的舌頭 是可以平息下去的 這是可以的 當那個人很兇的時候 你低聲一點 細聲一點 是可以的 當你憤憤不平 看到很多事情 很不公平 覺得自己很受委屈的時候 你發怒的時候 你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魔鬼的詭計 可能他會用這個引誘來 生氣會犯罪的 所以上帝提點我們 生氣不如犯罪 這五句聖經 應該如何讀法 當然我們有解經的方式 但我的讀法 是把這五句話串連在一起 串連在一起 當你串連在一起的時候 你無論如何做它的混合 你如何擺放 這五句話 你湊在一起讀 都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試一次好嗎 第一句 第一句 第一個組合 我是隨便 好像攪拌一樣 然後你就將它 做一個組合出來 第一個組合 下一章 麻煩你 這句 其實這段 我全部沒有改過任何東西 是用那些經文 湊在一起 我們一起讀 當指著怒氣 離棄憤怒 不要奮奮不平 以致作惡 因為人的憤怒 並不成就神的義 回答猶和 使怒氣消退 言語暴淚 激起怒氣 生氣卻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 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吸魔鬼留地步 當指著怒氣 離棄憤怒 不要奮奮不平 以致作惡 我親愛的弟兄們 你們要知道 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怒 回答猶和 使怒氣消退 言語暴淚 激起怒氣 你的功課是甚麼呢 今天你的功課 即不是在今天做完 將所有的混合 五句說話可以有多少個混合 這不是簡單的數學題 你不懂得回答我 我不會說你是魔鬼 五句說話可以有多少個混合 五個雷 告訴你 一百二十個 一百二十個混合 我剛才做了兩個 我都已經 沒那麼老了 做吧 你把這個混合 嘗試做了一百二十次 這些話語會在你的心裏 每個混合 你都會覺得 是很有意思的 雖然都是說類似的東西 但所有的邏輯 它突然間會呈現出來 希望這個一百二十個混合 真的在我們任何處境下 我們可以靠著上帝的話語 我們可以管理我們自己的怒氣 最後說一個例子 其中說到生氣不要犯罪 生氣不是不行 但是生氣不要犯罪 因為生氣犯罪 你腹水難受 你腹水難受 有一個宣教士去到宣教工場 看到有好幾個小孩 其中有一個小孩 他跟他握手 他抓住他的手 他發現這個小孩 有幾個手指沒有了 問這個小孩 為什麼他沒有了手指 那個小孩說 因為他小時候很頑皮 父親斬了他的手指 比較窮的地方 沒有什麼教育的地方 但是當你聽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不要說那個小孩說 我自己作為父親 你不能彌補 你很難去 你在他的生命當中 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創傷 那個父親 會不會很內疚 會不會他一輩子 他不知道如何彌補 你找些什麼彌補 你斬了他的手指 而對這個小孩來說 他一輩子就沒有了 動怒 發脾氣 做一些事情 有時候是收不回 感謝上帝 這個小孩 仍然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他還有一隻手 但他也想 其實每次見到他爸爸 他的內心就很憤怒 他不是生氣的爸爸 但他記得他爸爸的憤怒 那個樣子 但他說 因為天父 沒有這樣對他 他的左手 他仍然可以壓住天父 過去的每一天 弟兄姊妹 今天你有兩隻手 上帝不會這樣對我們 今天願意用我們兩隻手 抓緊上帝 我們的上帝是個不輕易發怒的神 讓我們一起去學習 讓他的血遮蓋我們的罪 生氣 不要反罪 我們一起祈禱 祈禱 在我們面前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 承認很多 我們徹底錯的行徑 這些行徑 都是因為 我們內心 沒有處理我們自己的憤怒 讓我們離起這種憤怒的罪 上帝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不要放縱我們的自由 幫助我們跌倒傷透的時候 我們追究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 走回上帝你的話語當中 願上帝你的話語成為我們的力量 成為我們的祝福 祈禱奉主命寇 阿門